大家好,我是蘇鵝兆姬 現在身處在雜房最旺的中心地帶 就是雜房夜溫分 今天來到這裡做什麼呢? 傳說這裡有一個拉麵橫丁 專食是不開道拉麵的 看看正不正 死火裡面很多檔 檔檔都很多人排都很棒 後面這麼多檔,如何選擇好呢? 還有很多時候每一檔都會有一個拉麵和牛油 包含這個可以做一個特色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日本的Google Review不要盡順 因為日本人未必過得用Google 而且他們的比分未必是禁入不人口味 可能是西人口味 第一檔有很多遊客,我未必會選擇 這間又推銷龍蝦等等 我未必會選擇 因為這都是出口食物 好了,我決定選擇這間 剛才我看到有四人日本家庭 都在排隊等這一間 而且說明是雜訪味增 好像挺classic 反而正 但要排隊吧 其實每間拉麵只有幾個位置 所以要等多是很靜靜 OK,Coree 哪一間? 醬汁? 醬汁,對 謝謝 謝謝 請問我 請問我 是否有些人來自菲律賓 在這裏吃過的 那位女士就問我 我便來自菲律賓 所以她英文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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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為什麼要選擇這間 我選擇這間 就是這間 在Google裡 是沒有顯示的 我總之我找不到 都需要更加進去試一下 其實另外一間拉麵 是有牛油的 不過我覺得晚上太厲害了 所以我便沒有喊到那個 但這個 看上去 也挺棒 試一下湯 記得熟在一起 想起 香港的拉麵 叫橫江 很人華地 味道 很像 很棒 我來試一下麵 先試一下麵 很香 很香 這個麵非常好吃 很香 我不客氣了 我先吃了 新春芝菇菇 實在忍不住 我受不了 要吃吧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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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真的很好吃 最棒的是什麼呢? 最棒的是原早北海道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試過其他一間 但我覺得自己沒有選錯 其他一間又加蝦,又加蜆 又加辣味,又加肌餃 搞得特色吸引人 這間沉實得來 Classic的味道,最近連Google都沒有 這樣才可以試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滿足和好吃 而且本身是想買餃子 但實在怕太多 所以唯有放棄 兩個人吃 吃到一粒粟米都沒有 真的很好吃 下次大家又不會來雜訪 來到拉麵橫丁的話 記得問這間 地址 兩個麵,九百日圓 一個,兩個加起來 一千百日圓 搞定 真的溫哥,只是一個拉麵的價錢